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發生在2022年6月10日的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 當時可以說震驚全球華人圈 連黑幫老大崩牙區都看不下去了 即使引起這麼大的反響 也不過草草收場 沒了下文了 沒想到時隔兩年後又引起大家關注 8月5日 當時的派出所出境民警 陳志偉異地實錄舉報稱 派出所言誤出境的確是事實 但他被唐山的領導威脅說虛假新聞 不出境 5分鐘到現場 令自己成了事件的什麼獲合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臭名超駐的唐山公安局北分高機場路派出所 他以前的職工 也就是今天的主人工 前文警陳志偉 如今公布影片為自己申冤 他在影片中表示 自己在二省外地實名舉報 唐山時 曹菲甸區辦案人員 還出示了身份證 原警官證 陳志偉說 在辦公期間 對我採用違規的審訊手段 從而獲得非法不錄 對610唐山事件的相關真實過程 他們不如實製作不錄 掩蓋相關事實真相 對我接受採訪的過程 不如實調查紀錄 最終為了令作為基層民警的我 什麼黑獲 對我進行迫害 邏輯罪名 強行定罪 據陳志偉舉報 2022年9月初 他被傳押到曹菲甸區看守所 在看守所裡 他曾兩次手寫申訴書 進行組織內的申訴 至今已經兩年 沒有積極結果 還想有結果 憑什麼有結果 說出來很殘忍 你就是用來背鑊的 這個罪惡之城 從上到下都打通好了 你和誰申請呢? 在組織內 你明知道這個組織是個邪教 你今天幫組織掩蓋真相 你明天就可能成為 給這個組織掩蓋的真相 去年7月16日 他恢復自由之後 向唐沙市中級法院 中級檢察院 唐沙市紀委監委 和信訪等多部門 實名舉報 他案件存在的問題 各部門都告知 受理舉報的問題 但都沒有下文 這是上邊的命令 怎麼會有下文呢? 陳志偉向唐山市中級法院 除非電區法院 提交再審申請書 但這些部門不作為 用延期的司法手段拖延 對於610事件 因影片時間限制 他簡述3點 1、案發接警後到達現場 用大約半個小時 造成出境嚴重延誤 當時 他在派出所根本不是負責出境的民警 他在凌晨3點才被通知 而臨時出境 由接到命令到達現場 其實用的時間是十幾分鐘 2、出境後處理整個過程 用大約3個小時 由半夜一直處理到天亮 做了大量工作 3在接受採訪現場 他當著唐山市多個部門 十幾名工作人員的面 如實說了 出境用時是十幾分鐘到達現場 他拒絕讀新聞稿上所說的出境 5分鐘到現場 但被現場的市級領導拍桌 嚴厲命令 威脅趕緊照著稿讀 據陳志偉公開的工作 群聊紀錄 2點45分派出所接到出境通知 2點50分鐘 還在群內討論誰出境的問題 陳志偉說 由於當晚自己不是負責出境 所以也沒有人告訴他警情 也沒有接到任何命令 在大約2點56分 才接到出境通知 陳志偉所曝光的這個工作 群聊天內浴 解釋了警員出境萬二十多分鐘的原因 陳志偉表示 他看了唐山官方的通報後 直指 當初處理我的相關部門 不僅做裁判 已經開始落場踢球了 中共那一級的政府 和部門不是自己當土匪 自己當警員 自己當法官呢? 8月5日 就在陳志偉曝光唐山事件出境黑幕後 唐山當局在當日立即公佈通告 陳志偉所說的一切都是假的 當日晚上 陳志偉被唐山跨省部門 要求他回唐山 但被陳志偉拒絕 之後陳志偉爆出更多細節 不過相關舉報內容很快被刪除 而省外地 看來他不會安全了 沒准就被拉回去混入精神病院 唐山什麼地方 在中共國 誰是手眼通天的 我記得我們之前還說過 唐山景月跨地區走去內蒙古 把當地警察打了一頓 而且沒有後續的報導 那麼這個小白人還是被指定被人當 背鍋合的小白人 你走到中國哪個地方 可以有用嗎? 陳志偉表示 他接下來的實名舉報中 會將610事件的所有事實 經過講清楚 他都有客觀的錄影、錄音、微信、聊天記錄 等等相關證據和人證物證 我對我以上所說負責完全的法律責任 如果他是想統出610當晚所發生的真實情況 和那四個女孩的真實遭遇 這就說著利用社交平台說出來 如果等待他的結局是一樣的 那就應該在結果來之前做對的事 陳志偉呼籲 希望有更高級別的調查部門 接著我的實名舉報問題 徹底還原案件所有真實情況 我走到實名舉報這一步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 只要還有自由、還有生命 我堅持到底 8月6日 陳志偉在抖音和微博上曝光的音訊中表示 昨晚有唐山人穴 趕到自己所在外省的住所 還多次敲門 說是我的事 還要回去唐山解決 領導想見我 但自己出於安全的考量 無開末 亦不敢回去 之後陳志偉上傳了3章 唐山燒烤打人事件案發後 他們派出所接警後的處理情況截圖 由截圖內容和之前的官方報導可以看出 2點40分 陳繼志火和他他人在餐廳對女子王某和他同伴進行騷擾偶打 2點41分 群眾報警 2點55分 120分 將4名被害人送遠 3點09分 警員到達現場 當時由於接警的機場路派出所距離燒烤店現場只有800米 所以在報警後 警員嚴誤至28分鐘後才到達現場 引起外界質疑和輿論的憤怒 但當時的官媒報導 派出所在接報5分鐘後 就到達了現場 不過 陳志偉公佈的抖音和微博上的舉報內容已被全部刪除 由他發覺那些照片上看到 他手裡可能真是有料 但是他可能忘記了在唐山四個女客案件最後的量刑庭審上 那幾個被判刑的罪犯可能都是以疫情為藉口穿著防護衣 可以在大庭廣眾下不穿任何防護衣、食飯、行兇 庭審就要穿防護衣 這個突然要面了 不是 因為有很多可能是發警假扮的 因為就在同一個星期 中共高層也正在打壓異己 被判刑的叫得出名的高官 在庭審時 也可以沒有穿 從頭脫到落腳的防護衣 連口罩都沒有給 你就想想 這幾個殘害女孩的兇手背後 應該是什麼人 恐怕被中共那幾個高官更厲害 大家就在這裡想了 為什麼會有人接他的案件 陳志偉在自己的微博帳號 唐山原文陳志偉的簡介中說 由一名敬敬業業的基層民警被指定成罪犯 母親去世的時候 自己也正失去自由 眉遇盡毀 真真正正的家破人亡 不知道慢慢申訴路 何時是盡頭 他說的敬敬業業 是敬敬業業為人民 還是敬敬業業為黨呢? 微博上也有人爆料說 陳志偉已經被抓了 他的微博已經被稱空 2022年6月10日 唐山事件引發輿論海嘯之後 中共對28人提起公訴 主犯陳繼志被判24年 其餘27名被告 分別被判刑 半年至11年不等 其中陳志偉被判一年一個月 但唐山打人案 受害人的真正身份 至今仍然是個迷 針對唐山事件 陳志偉的最新爆料 網友紛紛留言說 幫共產黨做狗就是這個下場 我們不要說得那麼難聽 其實只要是看不清中共的 邪惡本質的下場 都是一樣 有網友問 那幾個女子 現在安豪嗎? 我代表很多網友問的 確實 這條消息最重要 她們到底怎麼樣? 不止沒有看過 這四個女子 這四個女子周圍的人 也沒有看過一個 和她們有關的 都超無聖息 你就告訴我們 四個女子 在哪裡就行了? 敢不敢? 也有網友說 唐山打人事件的警員 長期殘害中國人民 最終因為作惡多端 而被共產黨內部整肅 經過鹿肉之災 她依然 對事件遮遮掩掩 未透露被害女子的任何有用資訊 明顯是想做某種交換 我判斷 這個人最終會帶著永遠 不說出來的秘密 去見被害女子 還有網友說 被打女子現在情況怎麼樣? 打人的是什麼身份? 怎麼處理? 我只關心這個情況 如果這個警員可以透露這個資訊 她該活下去 否則不關我事 不知道陳志偉看了這些留言 會不會明白 應該怎麼做 中共是一個邪教 這個大多數人都已經知道 這個邪教最擅長的就是做 卸磨殺禄的勾檔 所以我們一直勸誡那些 為中共邪教賣命的信徒 要認清中共的本質和真相 這樣才可以救自己、救家人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什麼都沒想到? 改善一眼 什麼都沒想到? 呢? 然後呢?